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错 我们真的是 但是说是这样说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月才刚好要 在我的高知识犯罪研究系列 要上一本关于轻小说的作品 请大家敬请期待 在这里打广告这样子 是是没有问题没问题 来我们特别把那种保留的那个重要 重要那个什么样 位置留给酸梅 哦不不不不 好啦总之就是回到这部 我们今天讲的这部轻小说 因为大家知道的 我跟阿直就是一起联合起来讲的 这个算是亚主题小系列 对啊就是有关于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轻小说的书名叫做 香草追击 然后在它原文的翻译 其实意思就只有香草 原文只有香草 可是在台湾翻译 你知道大家都喜欢超译 所以那时候就翻成叫香草追击 至于为什么书名叫香草 在故事中后来也有解释 所以我觉得看完整本小说之后就会了解 那这本书呢 它是由那个作者招谱所撰写的 全一册的清小说 由清文出版社出版 已经算几年前的作品了 要早可能要一点时间 但我不知道清文会不会代理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正好在2022年的 几月啊 九八七七月嘛 我要大回去算 七月的那个新番 那个利可丽丝 就是利可丽丝 算是在那个我们小众的宅宅圈里面 有稍微红的一部动画 对 然后里面的那个这部作品的那个编剧 就原案啊 编剧原案就是招谱 对 就是这个同一个作者 嗯 顺便提一下 好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香草追击 这部作品 耶 耶 那我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阿哲会特别要找我来讲这部作品 除了主题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犯罪和百合这样子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不两个 但是这个原因 哦 还有另外两个吗 对 其实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 它其实跟我们最早讲的第一部作品 糖果子弹是有点相呼应 所以我那时候还觉得说可能要找那个酸梅一起来讲 会比较有那种前后呼应的感觉 的确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跟酸梅才懂的事情 对对对 那至于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跟大家讲 然后我们故意在节目中讲出来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觉得因为当时我看这部的时候 我就一种除了故事剧情 所有的一切以外的另外一个单独之后 我自己会感受到的情绪 然后这个情绪呢 我一直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 然后自从我认识了酸梅之后 我就觉得太棒了 只有酸梅可以理解我这个感受 所以我就推荐了给酸梅 然后酸梅果然也感受到那个感觉 就是不对劲不对劲 但是这可能就是要认识我们两个的人 同时认识我们两个的人 而且认识到一定程度的 人 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 的那种很神奇的 然后只有啪啪熊跟不姑现在觉得耳朵很痒这样子 对啊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讲出来会有点涉及我们个人的隐私 所以呢不好意思就不会跟各位听友详细说明 所以我们直接聊聊这本书吧 是的 香草追击这本书它是以现在背景 然后是描述两个女高中生的故事 两个我觉得不太像是现代女高中生的女高中生 我们的主角一个叫做海棠星 然后另外一位叫做那是琵琶的爬吗 爬奈旭 芝子花 哦是芝 哦不好意思 芝 芝奈旭 对 芝子花 对就是辛跟奈旭这两个少女 那这个故事其实一开始它是有点类似半道续法 就是先从他们两个少女已经算是属于有点 相互依存之类的那种状态 然后慢慢有点回忆起 为什么他们会变成现在这个状况 然后故事呢用很短很快的篇幅就 有点像是然后背景介绍说 因为有个某个设计了武器的 那算研究室吗 然后因为它缺钱 然后呢就想要赶快找人脱手 正好我们的女主角其中之一 她是那种我们怎么讲 因为家庭的关系 所以她其实有很多零用钱 但是跟家庭关系很糟很糟很糟 然后她正好有一大笔钱 对方那个实验室呢 卖了枪械四把经过改造 女性也可以使用的轻巧枪械跟大料弹药 大量刨手中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就买了 大量刨手 对 所以呢 这个故事其实是描述两个被害者 算是被害者吗 两个属于弱势的女性小孩 然后如何成为加害者的故事 对 她们获得了力量 获得了那个牙齿跟爪牙之后 你看看一个被害者会变成了加害者的样子 没错没错 真的 对 而且就是那当然前提还要建立在 他们两个都莫名的充满了使用枪支的天分上面 哦对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还是狙击上的天才 哇塞 真不可思议呢 真厉害 你就 啊 反正里面的背景设定是为了剧情而服务的 大家看看笑笑就好 嗯 作者还特别贴心的说 那个枪械是特殊设计过的 女性也可以轻松使用 我就哦好 好 接受 而且不能否认的是 他里面对于枪支的描述 真的非常的详尽 我很少在一部情小说里面看到枪战 就是各种枪支描述的这么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 也没有啦 也没有啦 那个谁啊 那个 很有名的那个 石宇泽会议也是很喜欢描写枪械 而且也写的非常的详细 可是应该是说我觉得不多 就是你知道就有 比起有枪战的作品来说 哦 就是这样子的作品 其实蛮少见 它的细节不是那一种 哦就跟你说这是什么枪 没有它是连那把枪上面的 有什么刻痕 然后长什么样子 怎么样拿出弹夹 然后怎么样装上去 然后会有怎么样的声音 都写的非常的详细 就是我在当 我在刚开始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 然后我就哇哦 这个这个人很厉害 我觉得他应该很懂枪 我觉得是满满的把自己的嗜好 所写进去的一本书 对啊 姓屁姓屁啊 这就是姓屁 对啊 毕竟这算是招谱这个作者 他很早期的作品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他其实有很多声色 而且有很多 他充满了自己的那个 喜好 投注在里面的一部作品 对 然后这两个女主角 应该也是投他的所好 对 真的是 大家知道的 但是虽然说 它是一部真的 老实说我觉得 百合的味道很浓郁 然后也 很浓郁 对 很浓郁 然后跟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对很浓郁 双关很浓郁 然后但是 然后强战的部分 写的很好以外 但我觉得 它还有另外一部分 在描述就是 加害者 被害者 跟警方 三个点 中间那个关系 然后跟描述 还有那个心情 心境上面的描写 我觉得这是 我看这部作品 最让我觉得 就是比较惊艳的部分吧 嗯 对 对 这个里面 它在于 呃 因为我们一开始 有讲说 这两个少女 她们是 都是家庭 发生了很多的状况 悲剧是 对 就是那种 可能包含家暴啊 可能 虽然描写的很隐晦 但我觉得应该有 发生性情事件的那种 是是是 对 就是那种很 你可以看得出来 她们真的经历过很多 怎么讲 就是这个世界上 一些恶意 对她们的一些伤害 然后 在她们受到伤害的 这个情况之下 很遗憾的是 其实身边没有 其他的大人们 有注意到这件事 或介入这件事 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意外的 获得了力量 嗯 那获得力量的 她们 决定要进行复仇 因为她们其实 我觉得 要以一个高中生的年纪来说 她们能够想到的就是 把痛苦的来源清除掉 嗯 的确是 对 所以她们 去就去 去做了 就是把痛苦的来源清除掉 这件事 诶 等一下 阿芷 我觉得你有站在自己的立场 这种感觉 我要先说好 这部作品绝对不是 阿芷单纯说的 像是复仇剧一样的东西 没有没有 其实她们做坏了 她们说的真的做坏了 这部其实我觉得 味道人士来看 可能会批判她们两个 因为她们也有对无辜的人出手 对 我倒觉得这也不是 味不味道人士 就是就算你不是味道人士 你也不会觉得 这是 这是对的 这是 你可以接受的 我当时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说 她们是对的 我只觉得她们的立场很难讲 但是你知道 就像是 之前那个谁啊 嗯 忘记是谁了 好像说 如果是高强跟鸡蛋的话 我原来站在鸡蛋的这一方 讲那句话的人是谁去了 是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是一句名言吗 没有 某个作家讲的 很有名的文青作家 但是你知道我的记忆 自从我的年纪 到了某个阶段之后 我就很常忘记人民 哦 你说到了60岁吗 那真的是没办法的 是 嗯 对啊 真太遗憾了 我的脑袋已经老化到60岁了 哎 但是我觉得 其实可是我觉得没有错 我觉得我还蛮支持这一点 当如果高强跟 是鸡蛋的时候 一定站在鸡蛋这一方 可是当 两个女主角拿到枪的时候 她们就是成为高强的那一方了 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当她们中间有很多在那里吵架 吵着说 那如果假设 现在我是完全手无伏击之力的 那个弱势的时候 没有人帮我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我不就是 拿到武器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吗 难道我不该这么做吗 可是 我在那时候 当下我就脑袋想着说 可是当你拿到武器的时候 你就不是那一个 你就不是那个鸡蛋了 是 我那时候心里是这么想 可是 我老实说 对 当 她还是鸡蛋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对她 伸出援手的时候 就是 她唯一能够想到的 的确就是 用这种方法 然后身边也没有人教育他们 什么是正确跟 良好的价值观 只能说 不能否认说 他们最后会变得 如此的扭曲 但是也同样的 幸好这部作品有 有非常棒的警察大叔们 是 是 我觉得这部真的 警察的表现非常出色 没错 没错 就是 他把警察的立场 把很多 怎么讲 读者很想 很想对着他们 吼的事情 把他好好的讲了出来 真的 就是很想 你知道摇着他们的肩膀说 你醒醒啊 醒醒啊 的那个 对 那份冲动 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 跟我们之前的 三部作品里面的角色 都不太一样 他们真的是一个 从受害者 然后转变成 加害者的一个立场 的确是 这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身份状态 真的 不如说 我觉得 我们前面三部作品 讲到的 那些女孩子 就是那些女主角们 如果他们有一天 拿到了有力的武器 或者是就像他们一样 这部香草追击的主角 一样 发现了他们自己的 就是无论是狙击 或是伤害他人的天赋的话 那我觉得 我觉得说不定 他们也会做出 这些事情来 但是 没有办法 前面的作品就是 他们发生了那些事情 但是我们 香草追击的女主角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我觉得 你知道就让我想到 我去年有讲过 一部作品叫做 《疯人院之旅》 就是 那是一个 恶意不断地 蔓延于滋身 你找不到一个来源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说 好 这些 这些有家暴啊 或者是 对他做出一些 不好事情的 这些加害者 会不会 也曾经是一个被害者 虽然我知道不是绝对 但不是有不少研究有说 曾经是 家暴受害者的孩子 长大之后 有很高的几率 会成为 家暴的加害者 对啊 是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要从哪里 去找一个源头呢 如果 我们永远都只想着 那我们把我们的 加害的那一个方向打断 那就可以断了吗 真的吗 真的吗 没有哦 对 大家都知道 没有 对 但是也不是说 所以于是我们要 指责受害者去说 所以你们就是不对的 就是 不是说指责这个女主角说 你就是错的 不是 是我们要想办法 断掉这个 这个圈啊 是 讲一部作品 最后讲的如此政治正确 这真的是我们节目 我们频道 的目标吗 这部作品 其实本身 就直接阅读起来 感觉是个超级 不政治正确的作品 但我觉得他就是 故意刚好踩在这个点上 然后偏偏又有 警察大叔在旁边 力往 也不算力往狂澜啦 就是类似 讲出了读者的心声 所以我觉得反而 莫名的让我感受到一种 嗯 好 我可以接受 的那种感觉 对 我也觉得这部作品 因为有这些警察 怎么讲 立场很正 就是三观正直的警察 把整个基调定下来 不然其实 是一个 充满中二的一部作品 对 对 对 是呢 但是 但是如果 就是还是会很希望说 如果假设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在那些被害者 受到伤害之前 这些大叔就可以出现了 对 这是当然是最好啊 大家 其实 就是因为办不到啊 对啊 但是真的 你真的还是很希望 在一切悲剧发生之前 能够制止 人都是我这种期望 真的 尤其就是 看着某一些人 经历过那种 我连想象都难以想象的 伤害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着某一些 例如说新闻啊 或者是故事中 最后这些主角 走出了某一些道路 然后走出 他们人生的路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感动 我都会 你知道就是 虽然香草追击 谁在看着我这个 你知道政治正确担当 谁还是看得很皱眉 这样子 可是不能否认的是 我也还是希望说 有一天 就是这两个主角 也可以得到最后 他们想要得到的 那个幸福 而且走在 正正确确的 就是 没有说一定要什么 人生正确 政治正确 但是至少是一个 你知道不会被自己的 自责 就是不断 就是惊醒的那种 你想想看 对啊 想想看托尔芬 然后再想想看小花 你看透明人之谷 里面的小花 是啊 就觉得 一直被自己的罪孽 所侵扰的未来 对 是是是 希望他们得到的未来 不是最后只剩下 彼此存在的未来 而是可以面对自己 好好走下去的未来 天哪 说起来 其实他们有朋友呢 在故事中 其实有一段 他们其实周围 是有朋友的 只是说 朋友的介入 有点 有限 不够深入 对 有限 而且不够深入 他们朋友们 毕竟也都是学生 所以其实 到中段的时候 是有朋友 有支援他们 我觉得这里面的 朋友的立场很有趣 就是 的确是 他们并不care 这两个女主角 干了什么 而是因为你是我朋友 所以我帮你 还有好像因为很有趣 对 我觉得他的朋友们 臭热闹的心情比较多 对 就好像很有趣 就帮忙了 这个 这是还蛮有趣的 很 就是什么 青少年特有的那种 立场感 我不知道怎么讲 真的吗 好啦 还是大人也会干这种事 我觉得大人 应该也会干这种事 不过 我不知道 如果假设是我 青少年的时候 看到他们 我会不会打他们两巴掌 说你们给我行行啊 你从以前就如此的 政治正确 不是 不是 你知道吗 不是为了任何 我觉得正确的东西 而是为了他们啊 就是我说了 你不要 不要 就算好 你已经 失手伤了人了 那的确是 你刚开始 你知道你错 就是你知道 你不要一路走到黑 这样子 对 对 你知道吗 就是 手上的血 已经够多了 不要再让他 连洗都洗不干净了 不要让你未来 就是 连梦中惊醒的时候 发现你背上 爬着很多人啊 我现在害 害我看了一下 我背后 等一下 等一下 上面你干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我们 我们是要讲一部 政治不正确 然后要用政治 很正确的立场 来讲这部小说 没有讲成惊悚小说 真的没有 但是 我觉得如果是年轻的我 我可能会不知道 怎么劝他们 但如果是现在的我 我的确很想 你就给他们两巴掌 然后咬一咬他们这样 但如果假设想 他们还是想躲 我可能还是会想要 先让他们躲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 逃避到 让自己 可以面对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一个方法啊 一个孩子的权利 我认为就是孩子 不就是 心智还在成长 还不成熟 所以 他们需要 可以逃避的空间 他们需要 一段可以让他们 好好在一起 面对彼此 陪伴彼此的时间 跟空间 我觉得那是重要的 对 是 能理解 是是是 所以就是那种 捡到枪这件事 实在是哦 捡到枪 对对对 大家不要乱捡枪啊 对啊 好啦好啦 就是 嗯 我就觉得这部作品 到最后 真是不正确 到最后 其实让我觉得 蛮难过的啦 就是 虽然说 它里面步调 其实蛮轻快的 然后两个 两个少女 实在是太粘腻了 我真的是 然后所以看着 让我内心复杂 对对 顺媒懂吧 这因为太粘腻了 所以内心超级复杂 真的 不就是这五个顺媒 才懂的事情 对 是的是的是的 这样 所以 我们没有要特别 硬是要跟大家 卖什么关子 但是总之 我觉得这部作品 其实就是 我觉得枪战的描述 真的是少数 至少我看过的小说中 蛮少数 这么精细的 然后第二个是 它政治不正确到 你会很想要政治正确 就算你不是味道人士 你都很想站在 政治正确的方向 然后打他们几巴掌 然后第三个是 里面的警察大叔 充满看点 就是 大叔拜托 给我来一个 不是啊 就是大叔很棒 这样子 就推荐大家 去看看他 那这个是 酸梅的立场 而只有我个人的立场 则是 我虽然非常清楚 这两个人 选择的方式是错的 而且其实说真的 也没有什么 好值得夸耀 可是我就觉得 多么令人联系啊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 如果他没有 他没有 他不是那个样子 然后没有让我内心 这么复杂 我可能会对他们 更多一点联系 果然是因为 阿主我想要把那个情绪 共享给酸梅 就造成了酸梅的 无法共感 无法共感的 毛不顺 我们不能一直讲 只有我们两个人之间 知道的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好 但是 但是好啦 那就是 我跟阿主 还是都蛮推荐这部作品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 我觉得还蛮值得 蛮值得思考 他不是单纯的枪杖 跟单纯的摆合 这么简单的作品 对 我自己这么觉得 对 而且他虽然是小说 但是因为他是轻小说 加上他真的只有一集的量 然后又不厚 所以其实读起来很快 嗯 并没有说很难阅读 只是说就是 要找实体书 有点难找了 电子书好像 电子书有吗 好像没有 嗯 可是可以找找看二首书 而且 而且啦 而且因为最近啊 我想说的是 因为最近动画很红嘛 那个利可丽丝啊 是是是 然后我就想 清闻会不会 想到说 把这部重新再版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 出版社 至少台湾的出版社 会想到这一块吗 如果他够敏感 或许会 但应该不会 因为毕竟他并不是 没有完全直接相关 对啊 而且利可丽丝 某种程度上 嗯 也算是动画的部分 而并非轻小说的部分吧 哦 哦 虽然说可能会有重新 这个再讲个题外话 但其实利可丽丝 招谱呢 有写了他的 呃 小说版 就是类似 不完本传剧情之外的日常 算是官方小说 对 嗯 嗯 也卖得很好 哦 但是台湾还没代理 我正在等着看 人家出版社会代理 嗯 题外话 好的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 继续敲碗 敲碗 就是敲碗 我们要敲 我们是不是最近敲的碗 才有点太多了 一直敲一直敲 就 就 到时候碗敲破了 没关系啦 我们换成金属制了 好可以 就接受 好啦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干话 就到这里 结果我们变成聊天室的 那种谈话式节目了 就我今天才在 互浪里面跟阿子说 我没有那么喜欢 谈话式的节目 然后就有今天 录这集节目 讲的那么像干话 好啦好啦 我觉得我真的聊太久了 反正就是一部 类似这样的作品 那 呃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应该还是一样 也是随机挑几部 就是 所谓的 遗珠之汉 也不是遗珠之汉 就是 阿子觉得还算 具有特色的作品 嗯 大家请大家拭目以待一下 嗯 然后这个月一样 就是既然就是会有 酸梅主动提出来的 轻小说 这样子 所以在高知识犯 这研究系列 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 是的是的 大家要记得去听哦 嗯 好 OK 那我们今天 关于香草 追击的推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下班 在这会儿 和 那 我觉得 太